日晚宇宙好手王麒麟和李洋 顺利夺下双打金牌 举国欢腾 而前国民党立委蔡正元 也在脸书表达祝贺 蔡正元脸书po出这段影片 画面中这名男子 看着电视转播颁奖典礼 跟着一起唱国旗歌 蔡正元还写说 这就是王麒麟的父亲 披着国旗和中国国民党党旗 穿着象征龙的传人的上衣 令人感动 但po文一出立刻被打脸 因为这根本不是王麒麟父亲 比赛当下王麒麟父亲和亲友 一起在电视前帮忙加油 并非独自在家中 仔细比一比王麒麟父亲 和蔡正元po的男子 也差距相当大 因为媒体朋友传给我 当然比较容易相信的为止 我没有人去查证 半路帮选手认错爸爸 这也证明了 过去他们根本就不愿意 去关心体育 也不想了解选手 这样的心态 只是想要蹭声量 民进党立委 林楚音话说得很酸 网友也炮轰 国民党继续秀下线 真的是造谣王 实在太搞笑了吧 被炮轰之后 蔡正元也紧急删文 但这次奥运贴文出包的 不止蔡正元 像是前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po出照片 却被眼尖网友发现 竟然一试用盗版安博盒子 立委陈伯伟也把桌球女将 郑一进打成书一进 马文君则是把庄志渊 误称为羽球教父 国民党立委正正前 也抢快误发林云如夺下铜牌 虽然大家想替台湾选手加油 但po文前真的得好好检查 以免又闹出大笑话 商人权小宇至周凯台北报道